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时间规划局2011年的老电影了 其实翻译可能各个地区都有所不同 英文就是in time 在这部科幻的电影里边就讲述现在人们流通的货币是时间 越富有的人拥有的时间就越多 而越穷的人拥有的时间就越少 而时间是可以用来交换的 记得之前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部脑洞非常大的科幻片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这根本就不是科幻片 而是一部写实的纪录片 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法定货币金钱 都是我们用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换取的 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观点 所以看完今天这个视频 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花钱方式 挣钱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带来一系列的改变 同时又会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赚钱这回事 以及更加合理有效的规划我们的生活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说本期视频的中心思想 那就是我们实际上不是用金钱来购买东西的 而是用我们的时间来换取东西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金钱等于我们的生命 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像心灵鸡汤 咱们不着急一点一点我们进行深入的剖析 我们在这支影片里边假定有一个人叫小明 这个小明他的时薪是40美金 这样子每天工作8小时就能赚取320美金 可是工作又很忙 自己不想带饭 所以小明每天中午就在外面去吃饭 一顿饭花上20美金 那其实他花掉的这20美金就花掉了他工作当中的半小时的努力 所以现在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我们生活中购买的每一件东西 看看它们真的值得吗 有了这样的思路啊 我们不仅仅是观察自己如何花钱的 也是在观察自己如何挣钱 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生命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便开始反思了 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们的时间 同时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挣取更多的钱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从童年到青年 青年到中年中年到老年 其实时间都是不变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变快了呢 以前小的时候觉得一天很漫长 周一到周五上学的时候觉得周六周日怎么还不到啊 而现在呢一个不小心就是一年 所以呢我们才会用我们宝贵的时间 想要赚取更多的金钱 不是因为我们财迷啊 而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 以前我们在自己的舒适区坐着躺平青年 但是有了今天这个视频的新思维了之后 我们就有可能和老板要求升职加薪了 或者跳槽到一个新的岗位 争取更多的钱 或者有些人做起了自己的副业 也有可能像如远行者一样 坐着斜杠青年或者斜杠中年 身兼树脂 还是刚才的例子 小明的时薪是40美金 其实这就意味着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就价值40美金 现在大家想一下你会不会花掉40美金 去和一个自己讨厌的人一起吃顿晚餐 现实生活中我相信您绝对不会的 但是在网络世界当中我们可能会变 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网络上花费数小时的时间 在社交媒体上面去评论 去和网上这些我们不认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他们的言语 我们就有点讨厌 便开始撕逼了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都做了自己都特别讨厌的那种网络喷子 大家其实仔细算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绝对不会花这个时间的 你想想这数小时过去了 您浪费掉了多少金钱浪费掉了多少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彻底的换位思考了 咱们不要用金钱去衡量所有的物价 我们就用时间来衡量 比如说小明想换一辆新车6万美金 听起来觉得不高 时薪是40美金 算一下要工作62.5天 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换取这样的一辆新车 但是实际情况可比这更糟 咱们刚才说的62.5天两个多月是全部的工作时间 咱们每天就工作8小时 所以这样子来算 小明如果想得到这辆6万美金的新车 需要花费的时间是187.5天 也就是满满的6个月 您别着急 车子到手 咱还有保险 一般来说新车的保险价格在100美金到200美金一个月 所以说每个月的保险又花去了你半天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 更多的人在选择汽车的时候 会选择一辆三到五年的保值率高的二手车 基本上价格在2万美金左右 那这样的价格如果时薪是40美金的话 基本上花去的是你两个月的生命 刚才算的都是大头 现在咱们来算一下生活中的一些小开支 同样的小明还是一个时薪40美金的人 有的时候出去买一杯奶茶 想要开心开心嘛 一杯奶茶五刀到十刀不等 这样子花去了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的生命 每年iPhone都会出新款 我相信现在大多数的80后90后甚至00后 每年都会换新款的手机 那其实不管原来的手机是好是坏 只要iPhone出了新款 基本上都会换掉 包括如远行者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魔咒 就是每年iPhone出新款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机它就出奇的慢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它就会不小心丢掉 再或者它就会不小心掉到地上 屏幕碎裂 这是一个魔咒 我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一款新的iPhone 价值在1500美金 说的是稍微中等偏上一点的配置 那同样的 如果您是一个时薪40美金的人 那花费1500块钱买一个新的iPhone 就意味着你花掉了五天的生命 五天的时间 周六周日又休息 这就是整整一个礼拜的生命 只为了一款新的iPhone 现在的手机广告也特别有意思 它们的宣传片拍的也很美 还有说可以拍月亮 月亮上的坑都可以拍到 当时看的时候觉得 哇哦 酷 但是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大家想想 您买来的手机拍过月亮吗 其实我倒觉得 只要手机的自拍 能够美颜能够瘦脸 它能不能打电话 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咱就是说 频繁换手机这事 咱应该适可而止了 说到这你以为就完了 就这样 绝对不可能 我现在要给大家说一件 头皮发麻的事情 咱们不断用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时间来换取金钱 而世界上有很多头脑聪明的商家 它正在偷取我们的时间 怎么说呢 大家有看YouTube对不对 每次看YouTube的时候 都会要看广告 而且是强行的 您必须把这10到20秒的广告看完 才可以跳过 才可以看正文 每次看视频的时候都会这样 而实际上有很多的手机APP 也是在打开的时候 总会让你等待那10秒 然后告诉你可以跳过了 不知不觉您就把时间花出去了 而这些被偷来的时间 都分给了平台以及内容创作者 包括如远行者的YouTube收入 其实就是用的这部分时间换取了金钱 虽然说10秒到20秒的广告 非常的短暂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们平时也无所谓 但是大家仔细想想量很大 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查看一下 哪些APP 哪些APP 只要点开 它一定要让你看广告 哪些视频一定要让你看广告 你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有多多 你看广告的时间就有多长 而这一点富人却没有烦恼 他们可以充值会员 充值会员了之后 就可以跳过广告 免广告了 所以这个现象又印证了富人用金钱换取时间 而穷人用时间换取金钱 听到这里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从现在开始 每次进入超市以及商场的时候 都默默的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要开始燃烧自己的生命了 然后再进去 我相信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你就不会再购买了 听到这里你以为就完了吗 就这样 当然不是了 还有更可怕的呢 刚才说了小明的时薪是40美金 每天要工作8小时 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美国可是一个万税万税万万税的国家 所以咱们挣到的这时薪40美金 还真的不是满满的40美金 所以这些税钱也是我们的工作成本 那说起工作成本 咱们现在就要开始仔细计算了 每天工作8小时 理论上我们每天挣320美金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上下班我们会在路上花去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9个小时挣了320美金 再继续看 我相信很多人在9点上班 路上花费半小时绝对不可能8点半起 您肯定得提前一个小时起 能不能在家里吃个饭就看这条时间了 所以再加上这1个小时 实际上您是每天工作10小时 挣取了320美金 您这个时候的时薪已经变成32块钱了 那还有更多呢 现在大家打开自己的衣柜去看一下 有哪些衣服是专门因为上班才购买的 一些稍写正式的衣服 另外因为上班方便 我们是不是有考虑过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了 那其实房租和交通是成反比的 你想要离公司近一点 房租就上去了 交通费就下来了 你想要离公司远一点 省房租嘛 但是交通费又上去了 那好不容易坚持到周末 觉得啊辛苦了一周了 周一到周五 现在周六周日 咱们好好放松一下 和三五好友出去聚一顿餐 基本上200美金就没有了 所以听到这里呢 我现在建议大家每个人都按下这个视频的暂停键 然后仔细想想 自己的现在的这份工作 工作成本有多高 自己真正的实心又有多少 而自己如果没有这份工作 实际的开支又是多少呢 是不是实际的生活成本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低一些呢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赚很多的钱 如果不需要赚太多钱的话 那么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可以开始一下自己的副业 或者说自己创业 通过自己在家的这些努力 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呢 或者说再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 来缩减自己的开支 从而提高自己的储蓄率 再或者说咱们双管齐下不断的用同样的时间来换取更多的金钱 所以现在讲到这里啊 视频前的您包括如眼行者 都应该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我们这些年都花了 让自己的生命换取来了哪些东西 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用它来走极端 其实我现在每次看到大学生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有这些狂热热情 同时还有轻浮 而且他们眼睛里就闪烁着那种不靠谱的光芒 愿意为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付出任何代价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年轻人他们付得起 就因为二字青春 再白话一点就是 有的是时间 而这个青春啊 绝对不是耍嘴皮子 说它有多宝贵 我相信所有的中年人 还有老年人都一定是深有体会的 咱们在20岁到40岁之间 那简直就是白聚过心 转瞬即时 我现在回想一下自己18岁考大学的高考场景 哪里是几十年前啊 这明明就是昨天嘛 感觉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要更加努力用同样的时间换取更多的金钱 但这里说的金钱并不仅仅是货币意义上的金钱 它有可能是更加有价值的物品 或者说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甚至更舒服的情绪 比如愿行者啊 现在我宁愿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泡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出去赚更多的钱 哪怕我出去送外卖都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但是为什么我愿意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健身房呢 因为健身的这两小时啊 不仅能让我自己身心背胆舒适 减轻压力 同时还能强身健体 所以这个时间我愿意去花 这个金钱我也愿意去花 而且咱们投资嘛 都是要讲究有回报的 对不对 我认为自己把时间花到健身房这件事啊 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超过了任何的加密货币或者股市 所以视频讲到这里啊 我建议大家都仔细的想想 我们怎么样才能do less so that you can be more 就是做的更少 得到的或者变成的更多或者更强大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咱们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那说到投资呢 现在虽然说加密货币不看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股票基金的定投 还是可以持续的 如果大家想要开始投资股市呢 也可以使用热源型的视频下方 描述你的链接进行注册 你用我的链接注册 我们现在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免费股票哦 拜拜